颱风来了好在这个晚间呢会来登陆并且穿过台湾 特别提醒大家全台都要警戒 很可能会是在宜兰花莲这一带登陆 那么中天新闻在今天晚上会延长播出到凌晨的一点钟 我们带大家来掌握颱风的最新动态 请大家准时的锁定 看到我们的记者主播群也已经出动了 会为大家带来第一线的资讯 那么你可以看到颱风现在已经是个 强烈颱风凯米 风雨越来越大 预估将会出现有十米浪高 首当其冲的宜兰已经出现有大浪不断 另外在大溪渔港旧港等地 大浪打上岸车辆就旁边经过 可以说是十分的危险 还有在宜兰的南方澳南兴安检所 也几乎快要被淹没了 最近状况这有记者金如新 好的主播 我现在来到这边是南方澳渔港 现在在这里的情况感觉是 风势一案是强大的 但是雨是间接式的强震雨 那除了此之外 我想这个台风一定步步逼近 就在海巡单位都已经在严正以待的时候 突然有网友上网求救 他说什么 他说海巡单位的弟兄这么辛苦 结果他们单位都快要被海水给淹没了 怎么都没有人来关心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赶到这个地方来 这就是他们的南兴安检所 旁边的居然还是一个加油站 所以这个 这两个地方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大家第一件事是觉得说 哇 这个地方如果出事的话 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那安检所看到我们媒体来 当然是也很紧张 然后理解之后呢 我们特别来访问的是 副所长邱胜源 他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好这次凯米台风路径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大潮 然后早上早上7点34分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的满潮 然后满潮位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水真的 它这种回溅坡的话 其实都有溅坡到路上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本署的一些防台座委的话 我们都针对南方澳地区 内皮沙滩 然后还有豆腐甲沙滩 然后针对民众的话 其实是官浪眷离 然后目前官浪眷离的状况的话 基本上都算是正常 然后民众都还蛮配合 刚刚好是逢大潮 然后又台风天 然后难免它的水位会正常上升 然后可是说一个危安 一个威胁 然后导致淹水的话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因为昨日的时候 凯米台风 然后宜兰县政府 已经完成二级开设了 二级开设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提醒民众 有一定的一个危安威胁了 所以说 他们就也没有说 前往渔港这边 然后等于说 转换为一级开设的话 船舶它也不能出港作业 所以说这段期间的话 其实说针对台风的话 宜兰县的民众的话 都有在做一个正常的避难 然后也没有说 关当情形 然后我相信现在 豆腐甲也好 内皮也好 它其实关当的民众的话 以往年比起来是有减少 好 台风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的游客 他们是搭乘了 哥斯达邮轮 21号 从基隆港出发 冲绳那坝 原定行程是5天 再回到基隆港 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行程就缩短 提早一天 在今天上午8点钟就返台 还改在高雄港下船 结果这样的一个安排 引爆了旅客的不满 强迫3000多名的旅客下船 改搭高铁跟接波车回北部 那么旅客就站在甲板上 一大声的怒吼 要求合理赔偿 上百位旅客聚集在一起 大喊不下船 要求邮轮业者退费 原本预计5天的邮轮行程 只接少一天 我们明天就是不下船 有没有问题 有 哥斯达邮轮21号 从高雄港出发 原定晚5天25号返回基隆 却因为台风影响 24号提前返台 还改在高雄港下船 原定三个地点下船观光 也改到只剩纳坝 行程被一改再改 天树砍一天 一共三千多位旅客超火大 积极抗议不愿下船 一个人花两万多块 行程被乱改 要求退费一半 结果只有补偿一百元美金 让人无法接受 三千多人在高雄港 被迫下船 改搭接驳车回基隆 马上遇到台风天 恐怕更危险 在船上又一直跟我们讲说 以我们的安全为考量 所以更改行程 更改航程 更改天树 如果搭游览车 好几个小时爬到基隆 马上会碰到台风 这个是不是 我们要承担的风险 小宝官到场了解 表示邮轮公司 愿意部分退费 但旅客不满的是 没有做好沟通 甚至强制把房间 断水断电 手段太粗暴 上完厕所 我要冲水已经没水了 然后我要去洗手 也没水了 属于不可抗议的话 那没走的 当然费用 就应该要退给人家 这是清楚的 开心出游 遇到台风 出发前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不满邮轮公司 配偷措施乱糟糟 随意更改行程 砍田树 还把旅客丢在高雄 大喊根本花钱找罪售 不排除成立自救会 为自己争取权益 既有黄讯蔡双吉 SNG小组高雄报道 凯米台风来了 南台湾一早就已经是 狂风暴雨 增加预估 这个凯米伴随的 西南气楼雨势 会十分的可观 雨量预测土 山区是下到一片白 另外在高雄的海边 民众直击到 超长的水龙卷 高雄山区有16条的 黄色土石流警戒 375个人 紧急撤离 凯米台风发威 狂风暴雨狂炸 台南四草大桥下海象惊人 大浪疯狂拍打 又加上风雨有够恐怖 高雄陵园还有民众目击 拍到海面上超长水龙卷 蔓延到天际边 近在眼前超罕见 对流强烈发展的时候 如果有适当的风切 就可能会形成水龙卷 暴雨狂轰高雄雨伞整支被吹歪 凌晨落汤鸡 港边雨是惊人 积水淹到不知道到底是海还是鹿 山区也预防性撤离 高雄市桃园山区挨家挨户撤离住户 因为有16条土石流已经达到黄色警戒 375人紧急撤离 还好有这个公车站的屋檐挡着 不然就是我我吹狗狗了 古山区传出有露树 被吹到还差点砸到人 台南北区也很夸张 超巨大榕树 不敌强风整颗被折断 没有人车有问题 中台凯米台风铺台 狂风暴雨下不停 南部沿海恐怕有9到10级 超强震风 海边风浪超大 雨下到一片雾茫茫 没事千万别出门 记者综合报导 看到台风影响了台湾地区 那么在宜兰地区现在 农作物正式采收的季节 宜兰县长林子庙来到果园视察 并且关心农民 最新状况在记者待居 开米台风席台宜兰首当其冲 目前正值宜兰县县农作物采收上市季节 县长林子庙前往果园 了解农作物房台准备情形 农台湾特别来视察 我们的高农的辛苦部分 我们可以说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现金災 还有补助 可以让我们的高农 可以做很多很好的照顾 希望可以让大家各地各地 但是我们的品质非常好 地道非常高 不知道今天要来放台湾地区 县长林子庙来呼吁所有的农渔民朋友 对于开米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不可钓与清新 应该提高警觉 也要求农业处随时掌控 宜兰县内的农业灾害状况 一旦出现灾情 将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向中央争取现金救助 来减轻农民的损失以及负担 以上这样的情况 把镜头照一个捧内 很多人赶在昨天就要去来补货 那么在今天菜市场 还是有满满的采购人潮 不少民众来到现场来 要购买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真的变得好贵 台风来青菜都涨价了 像是青江菜啦 空心菜涨幅大概两到三成 那么还传出在新北市的菜价 涨幅达到了五成这么多 到菜市场 啵啵妈妈陆续来采买 就怕菜价再上涨 赶紧一把一把先带回家 之前捕获的这雨 其实已经有影响到一波 已经是偏贵 台风前其实叶菜涨幅 大概只有10% 摊商忙着陆续捕 台风来了 狭带丰沛 雨是叶菜类最容易 因为泡水而腐坏 台北市菜价涨幅达到 二至三成 青江菜原本一斤六十 台风过后可能涨到 八十九十元 空心菜地瓜叶 一斤也可能来到七八十元 尤其牛番茄价格再飙高 一斤从一百四十元 涨到一百六十元 昨天就涨很多了 青菜类的 就怕说涨起来的 它就不会掉下来 应该就是两三天了 没办法采收烂掉 我曾经一颗高丽菜买两百一 来到新北市 普全市场人潮大爆满 卵头传动寸步难行 传出新北叶菜类 涨幅逼近五成 现场这一颗颗高丽菜 都是紧急采收 一斤只卖三十九元 但若后续出现淹水栽情 看上说很有可能涨到 一斤五六十元 另外空心菜一斤四十元 最高会涨到七十 地瓜叶也从三十元 飙到五六十元 丝瓜则从一斤二十五元 变成四十元 牛番节恐怕涨最凶 原本一斤一百二 台风过后预估会涨到一百八 甚至两百五十元 台风过后的话 因为都已经产生完了 如果影响严重的话 就是南部会没有菜 价格上就会往上 大概是五成 台风来袭 就怕迎来强风豪雨 菜价一路往上飙 民众也把握机会常买菜 赶紧回家把冰箱塞满满 记得潘正人成轩台北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